好最後呢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就是所謂的Google的協作平台 Google協作平台 那其實你們已經有看到我們現在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發現就是在分享文案上也蠻蠻方便的 對不對 包括你要做網頁 包括像我們剛剛的問卷 還有像我們的影片傳上去 你都可以跟我們的Google的所謂的名段一臉做結合 那要怎麼去設定這個呢 其實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您進到這個網址 Google協作平台 會比較討厭的就是 在更多的更多裡面你找不到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寄一下那個網址size.google.com 好 size.google.com 那您進去之後呢 比如說我現在先摳起來 好我這邊就關掉了 這邊關掉 關掉 我直接進到這邊 進來之後呢 因為我現在這裡已經有 就是用過一個了 好所以你會像這樣 那協作平台 沒有數量上的限制 你喜歡幾個就做幾個 不過注意一下 協作平台本身的空間 是100MB 本身的喔 但是你一定會想 欸100MB這樣要做什麼 你不要忘記你Google有什麼 只有15GB的空間 我們剛剛分享那些影片啊 還有那些檔案啊 用到的不是協作平台的空間 那100MB 而是用到什麼 雲端硬碟的15GB的空間 所以雖然看起來一個協作平台 內定只有100MB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從左手邊這裡有個建立 他就問你 你要你的協作平台要叫做什麼名字 你的協作平台本身要叫什麼名字 那這個名字隨便你打 用中文的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人事人員的 好當你打完之後有沒有發現 在下面這邊 就有下面這裡 就有一個網址跑出來有沒有 下面這裡有一個網址就跑出來了 那這個呢 他其實如果你仔細看 他還真的用羅馬拼音 有沒有 人 人 願 那你看吧 所以當然你可以自己指定自己的 他只是內定只會直接拼音 那因為這個網址的部分只能用 英文或者數字 所以你不能用什麼dash 或者是underlight一些特殊符號的 這只是讓你看一下 好 那如果這個OK的 你就可以再繼續往下走 看看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主題 主題 你選擇 就好像剛剛那個飯本一樣 你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自己挑一個 挑一個你喜歡的 不過通常上面的都沒有很好換 我通常會自己再改造一下 但是因為今天簡化 所以不講改造的 我們就挑一個OK的就好了 希望各位回去還有漁火 回去還可以繼續用一下 好OK 如果沒有問題 不能直接按建立 因為下面還有一個 最難的在下面 我把它縮小一點 看的比較多 好 最難的為什麼在下面呢 因為最難的是這個 驗證嘛 這樣看的不是什麼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好 UNOIDI 好 UNOIDI 好 希望你是對的 反正錯了沒關係啦 就按下建立不對 他就想跟另外一個 啊果然是錯的 哈哈哈 通常第一次大概不太OK C-O-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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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建立 如果有看到他在跑 應該就沒問題了啦 好進來了 我現在這個畫面比較大 所以你會像這樣 有沒有 就一個畫面就好了 說不定有些人 以前有用過那個叫什麼 Front page 早期在用的時候 可能有用法 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感覺 那你今天呢 要怎麼做 很簡單 從這邊 你看他一開始就有首頁對不對 你要編輯他就自己來這邊 按下這個 這是筆 上面有個筆 按下編輯 那麼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個界面 還有點熟悉 就是一般的那個線上編輯器啊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齁 你如果說 你的一些什麼消息啊 公布在這邊 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們來整合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過那個雲端硬碟嗎 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的雲端硬碟 我的資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也有共用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這裡 怎麼做共用 有對不對 你要記得喔 沒有共用的話 別進來會看不大 會看不大 因為沒有這個前線嘛 雖然你有加進來齁 所以你有共用好了 我們現在來這邊 在這裡 好 你看我從這邊 插入 好 插入 有沒有發現好多好多 但是我找右手邊 雲端硬碟 看你是整個資料解 還是我們剛剛有沒有用過一個叫表單 是不是都在這裡 都是雲端硬碟的 那你從這邊進來的 你放心都不在那個100Mb的房間裡面 雲端就是我們的協助平台是 空間只有100Mb 可是你透過雲端硬碟 那就不在這個限制裡面 好今天如果是某個資料夾 我要分享 就直接按一下 好那他會跳出來 他這邊會跳出來這個 好你就自己去選擇看你要共用哪一個 假設我共用剛剛那一個 我從這邊共用按選舉 他會跳一個這樣的畫面 跳一個這樣的畫面 他會問你 要不要加上什麼外方啊 這個都還好 還有你要不要加上那個標題 就是那個資料講的標題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在這裡 這個清單或者格狀檢視 清單就比較像我們檔案同樣一樣 就是一個 像我們剛剛看雲端 一點有沒有 1234有沒有 直的 如果你是像照片啊 或者像我剛剛那個影片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一個一個去點吧 所以希望他是不是有看到縮圖 格狀檢視就是有縮圖了 有縮圖了 我先用第一個給您看一下 好按儲存 您在這邊會看到一個這樣 好就是如果我還在編輯狀態的話 好萬一剛剛有設定錯了 你可以在上面點一下 也沒有跑出來 這個 再按一次就可以回來 好就是 設定好確定中按一下 就這邊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把它存檔下來 這裡就會看到 有沒有多餘的標杆 這就是清單式的 好就是內定指針 像我們雲端一點這樣清單式的 你可以直接選擇 那像在這邊選好之後 你點進去 他就打開那個頁面了 因為我已經有共用了 對不對 已經有共用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麼第二種呢 我可以再增加頁面 增加頁面在上面這裡 在這裡 我們剛剛編輯是這一個 有沒有 編輯是這一個 增加頁面是這一個 所以我從這邊 假設我的表單 希望讓人家在線上直接填寫的 好 好 那他這邊呢 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剛剛是直接用網 那個現成的首頁 你可以看到他有幾個範本 有沒有發現網頁有公告 有檔案櫃 對不對 我們就先用標準的網頁就好 好 我就選擇網頁 按確定 建立 這樣會增加一頁 而且 預設值 他你所增加頁面都會出現在左手邊的選單 你看這裡 有沒有把這個線上表單 有沒有 簽進來了 對不對 我就從這邊 插入 雲端裡面的表單 因為表單我有好幾個 那我們現在 假設我插入這個 好 我們剛剛用的是這個 好 選取 OK 那您進來這邊 您看到了 他的標題啦 還有高度跟寬度 這裡有一個稍微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人 錶單是他們比較長的 比較長的 如果我知道他的預設值 存下去 因為他現在高度是只有600像素而已 所以說 他會有一個卷軸在裡面 但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不太希望這樣 所以通常我這邊 內容比較多 最大我記得可以到3000 也就是那個 高度高一點 高度高一點 這樣看起來效果比較 寬度的話 你這個 我通常都拿掉 拿掉就不管他 跟你的頁面一樣寬 跟你的頁面一樣寬 所以這樣子 儲存 好 一樣記得要存檔 在右上方這裡 有沒有表單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在捲動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回首頁 是我們剛剛的雲端硬碟 然後呢 你進到這邊 線上表單 這就是我們剛剛加進了 所以至少你的 協作平台 你可以最簡單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用 那以後更新內容 很單純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 雲端硬碟的資料 你也不用來這裡更新 因為你只要從雲端硬碟 丟到紙墊那邊這樣 這邊就會出現 這邊就會出現 真的嗎 真的 比如說你看 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現在針對這個 假設我有建立一個文件 好 先不管他齁 我們就直接 好 就這樣就好了 好 OK 雲端硬碟它自動幫你 自動幫你做存檔 所以我這邊好了 有沒有多一個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自動都出現了 我網頁不用做更新嘛 因為它是讀資料主要的檔案 好 讀資料主要的檔案 所以雲端硬碟 這個協作平台 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搭配你的雲端硬碟 這樣以後在維護上就比較方便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 因為預設的方法是 對外完全公開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 完全對外公開 請從右上角這裡 這個 找到它的設定裡面 協作平台的設定 這裡有個管理協作平台 按進去 在最下面那邊 在最下面 有一個權限 看到了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使用權限 你可以從這邊去 設定說 有哪些也可以看 那如果你不想看 就是把那個 同仁的 G6信箱 加進來就可以 這樣OK 好 這個部分我想 您稍微 先簡單用一下 利用協作平台 應該是 搭配你的雲端硬碟 這樣使用上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好 那可能我們今天時間 差不多到這邊 請問一下大家 對於今天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回去才有 對不對 所以麻煩各位 講十個 不用每個都會 就挑你覺得 好用的 試看看 因為只有你真正用過之後 你就會自然 平常各位就會用它 好不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